美国还想拿人权问题教训中国吗? 近一百多个国家不再沉默了 在国际场合力挺中国 倒是西方该把血债还清了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欢迎来到本期中成talk 一直以来啊 美西方国家总是拿出他们自己的一套标准 想利用人权问题在国际场合敲打中国 而关于人权问题 我国也无数次的警告 西方不要在人权问题上大搞双重标准和政治操弄 不要把人权问题当作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借口 但美西方国家是一点都没有听进去啊 不久前啊 对我国新疆地区进行走访的 联合国人权高专巴切莱特 在离开我国后啊 随即玩起了变脸 一改此前称赞我国的态度 开始指责我国对新疆少数民族 犯下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毫无疑问啊 巴切莱特的变脸是在配合美西方演戏 也就是要用一份虚假的报告拿人权问题来教训中国 然而西方这副丑陋的嘴脸啊 让一些国家看不下去了 近100个国家选择不再沉默 于近日在国际场合力挺中国 在近期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会议上 巴基斯坦代表近70个国家在此等重要国际场合为中国仗义之言 反对美西方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干涉我国内政 明确表示支持我国在涉江涉港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 除了这70多个国家 还有20多个国家以单独发言的方式对我国表示了支持 可以说啊 这近100个国家在人权问题上为我国仗义之言 在这里需要明确指出一点 那就是这些在此关键时刻为我国仗义之言的国家 在平时都是国际舆论中沉默的大多数 如今他们能打破沉默 选择在国际场合力挺中国 就是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西方对中国的围堵不得人心 正所谓啊 公道自在人心 不管美国打算利用什么问题 对我国进行抹黑 污蔑我们犯下什么罪行 但国际社会的眼睛是血亮的 即便一些西方国家执意跟着美国后面肆意妄为 不顾事实的对中国进行围堵 可这重要吗 美国借人权问题干涉我国内政的阴谋会因此得逞吗 实际上我国这次得到了100个国家的支持 这就是反映了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普遍心声 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站到了我们这一边来 毫无疑问 在这一大背景下 美西方任何试图打压和颠覆我国的阴谋都将彻底破裂 不得不说 这确实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有了这些国家的支持 我们也将有更多的底气 同西方斗争到底 因此我国外交部被此事进行回应时特别强调了 奉劝这些西方国家不要再以人权教师爷自居了 不要再搞双重标准政治操弄 而应该把该还的血债都还清 同时把该补的功课要补上 好各位网友 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